您带见证人 请听题 三轮提示后 敬请强达 提示一 柏林 他和你都来自靠近俄罗斯的冰城哈尔滨 能否带来一首俄罗斯风轻的歌曲 柏林老师要唱歌了 我的故乡在北方 他叫佛林 童年的记忆 青春的时光 谁没有爱过的姑娘 还不算 出窗里有人的礼刀子香肠 大列巴散发着买香 这里不是一国他乡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柏林老师 您知道是谁吗 哈尔滨出了很多的优秀的歌唱家 像郭颂老师 李双江老师 还有沐玄福老师 女人也很多 但是如果说男的 我再想一下 我再来确认一下 提示二 他曾经演唱过的一首儿童篇插曲 在七十年代唱红了大江南北 你能唱一首儿童歌曲吗 春天来了 我再唱一首儿童歌 小燕子献给大家 小燕子献给大家 小燕子 小燕子穿花衣 你面天春天在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的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小燕子告诉你 持续这里的美丽 我们改起了大空场 装上了心积极欢迎你 你这么近 住在这里 答案是什么 唱过儿童片的歌唱家很多 比方说小的时候 我曾经和蔡国庆啊 杭天奇都是一个歌唱团的 我们经常去到电影场 为电影片配唱插曲 我们和李武一老师录过 有一部电影叫《苗妙》的主题歌 不过李武一老师是湖南人嘛 不是刚才这个答案的了 所以呢 还和谁一起唱过呢 那就是和李双江老师 一起唱过《闪闪的红星》插曲 红星闪闪 方光彩 所以您的答案就是李双江老师 对对对 提示三 鼠汝林 他很欣赏你 曾经公开表示很爱你 能不能用你的方式 也表达一下你的爱呢 不对的吧 这得说女的吧 对啊 我觉得 要让我表达爱的话 我觉得一开始我还挺同意二位 我觉得是挺可能是李双江老师 但说到这个表达过很爱我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女的歌唱家吧 那会是谁呢 李古一老师 对 我 对对对对 我曾经也见 也在一个节目上遇到过李古一老师 但是他有说他爱我们 还是我也 我没太注意这些 那我选李古一老师吧 提示完毕 这位黄金偶像究竟是谁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抢答 挺弯的 艾蒙蒙 请作答 李双江老师 因为我觉得 嗯 他们二位 特别是菊萍姐姐给的答案 特别的 我觉得靠谱 靠谱 那个就是忽悠我们的 所以我坚持是李双江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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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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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爹爹还好过游 就怕爹爹娶候娘 那么一点心 所以我妈妈到了总监狗团以后 我每唱一首歌 我就唱给我妈妈听 我妈妈说 儿啊我听懂了 你到部队去唱战士们会喜欢的 我妈妈要说 哎呀孩子啊 图图扬扬的还没挺东 这是生瓜蛋子你先别拿 如果我那个赛街妈妈那首歌 我唱给我妈妈听 我第一次套 我一抬头一看妈妈热泪盈眶 我妈说 后娘也会感动的 后娘也会感动 所以这个母亲的这个心呢 对自己的歌唱的这个感觉 把握得特别好 母亲是一个善良的 淳朴的一个农民 但是她知道 什么样的歌声 能够打动她 什么样的歌声 能够扶平她的内心的这种 涟漪 所以我每次我 一定要征求她的意见 所以我每次 在部队面前唱歌 总还好给妈妈唱歌一样 所以这感觉就特别的 特别想看 不一样 哇 再见吧妈 特别想看 那个再见吧妈 你这个 最后一唱了 真揪心 君豪一吹响 再见吧妈妈 君豪一吹响 钢枪一擦凉 心装一背好 不对要出发 你不要悄悄地流泪 你不要把耳牵挂 当我从战场上 开旋归来 再来看望 亲爱的妈妈 其实我第一次 听这个李老师的歌 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 其实我有参与 这个在我们学校的 一个演出 当时演的是 那个闪闪红星 这首歌 它是歌颂一个小孩 一个13岁的一个少年 我就把我自己 所有的语言 所有的情感 都倾注在 这个孩子的身上 我把自己 33岁的年纪 压缩到这个 13岁的这种感觉上 把所有的语言 都变成一种童心 所以唱起来 就特别的 有一种感觉 很清晰 很明亮 所以后来自己 在自己教学当中 因为获得了 很大的成功 所以一个歌唱家 在唱一首歌的时候 调动一切手段 一切办法 去表现 歌中的人物的情感 而不是去表现自己 成功 这是你的 李老师 他聊了这么半天 还是跟部队这种情节 永远割舍不掉 他每年有好多次到下部队 是吧 李老师 现在仍然是 在新疆的时候 每年说要三百场 这是平场 真是有时候要四五百场 每年再半年 都要在部队里面 而他们一唱 就有五六首 一个编号站 一个编号站 他们唱 是吧 这个编号站 也许就三个战士 有两个战士 你要唱上一个 什么时候 两个小时 自己有时候 飞上一个手 鞋上一个马 就像你那样 满山殿 也都为战士们唱 是一身的情感 不光是对战士的情感 而且对他的 所有的学生 是不是 都有情感 对同行 对同行 刚才他们有提示 说是你夸过小熊 有挑战吗 您不是爱夸女孩吗 上次是那个 另外一个节目 然后我唱那个 李老师的那个 草原之夜 然后就唱完那个李老师 就非常激动 在那个评审席 大咖 想起来了 你那时候没戴帽子 我当时是光头 你那时候没戴帽子 你赶紧把帽子摘了 没能发型 在其南吧 在其南 对对对 在其南 那我记得 李老师 记得记得记得 哎呀 那原来 就没忍出来 那原来小熊 那个所有的那个老师 都那么喜欢你 然后李老师还说了 我爱你小熊 没有没有 谈话 所以那要不然 您现在就给大家秀一段 李老师的歌好不好 就秀一小段 你敢吗 那个李老师 您今天能 唱两句 指导我一下 那个 你唱两句 李老师指导 来两句 那次我唱的是 草原之夜 然后我就 就是对那个 这首歌整个 我觉得最难唱的部分 我一直都 琢磨不透的 就是那个 来来来来来来 的那个部分 也是最好听的一部分 就下面那个音 如果我要唱的话 就是 但是 我听到李老师的视频上 还有那个课堂上 唱的是那种 直着 我唱不出来 那个 我特别想知道 那个地方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流行歌曲的唱法呢 因为他 他起的调子很高 他曾经说高了 但是 那个情趣应该是共同的 因为我只能是虚的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假声 我试一下这套这个 有点 姑娘就会来 好的 姑娘就会来 伴我 的情 啊 表现不错 大家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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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老师 谢谢李老师 唱了那么多歌 但是我还最喜欢唱李双江老师的歌 给我们来一首吧 李双江老师不在我敢唱 他在那我就出汗 来一个 来一个 四川明哥吧 黄阳变单 好 黄阳变单吗 软溜溜 要吗 接个的哈利亚 挑一的白米 下六周 接呀接呀 下六周 要吗 接个的哈利亚 接呀接呀 下六周 要吗 接个的哈利亚 人说六周的姑娘 好了吗 接个的哈利亚 六周的姑娘 回数头 接呀接呀 回数头 要吗 接呀接呀 回数头 要吗 哥哥呀 哈利亚 只有当节吗 数得巧了 吗 接哥呀 哈利亚 数一个十四 滚羞球 来 接呀接呀 滚羞球 来吗 哥呀 哈利亚 接呀接呀 滚羞球 来吗 哥呀 哈利亚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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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老师歌真是听不够 每一首都是经典 谢谢 这样好吧 四位 我非常 知情的好朋友 我在这个 金蛇狂舞的年代里 让我再唱一首歌好吧 好啊 好啊 这个要大大很熟悉的 重新召我去战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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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天 白云 清脆的竹林 小小猪排 顺流而下 老爷爷送攀冬粉 到茂名米店去卧底 咱们现在就开船了 小小祖排 江中游 惟惟情战两岸走 雄鹽斩翅飞 哪怕风雨舟 革命中单条件上 当地交道寄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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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商江老师 真的 他所有的歌 我真是如鼠家珍 李商江老师的歌 特别难度大 而且音域很宽 你没有一定的声音技巧 那种专业性 你是驾驭不了的 李商江老师的声音 就好像还是 鸿星闪闪的时候的 那个感觉 好像人音重现一样 非常的浑厚 非常的嘹亮 七三年刚从新疆回来的时候 是因为这首歌 鸿星照我去战斗 而一炮大响了 之后才有更多的创作歌曲 什么再见 妈妈呀等等 我听过他在若干的场合 唱过这首歌曲 每一次他的那个情绪 都是很到位的 但是我们唱歌有的时候 可能心情不好 或者因为其他一些音讯 就会影响我们在 拍摄的角色 我觉得他们这种敬业的精神 然后这种激情 都是值得我们的学习 方面的自己的那个情绪 怎样 就会影响我们的那个情绪 所以他都会影响我们的事情 十伯格的那种的情绪 作品它的产生 它的由来 以至它的发展 和在人民训练中 所产生的这些深远的影响 整体的舞台上的感觉 也非常温馨 观众也十分热情 我们沟通起来 大家觉得情意很深 尤其在火红的年代里面 产生这样一些作品 勾起了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 它很轻松也很愉快 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串